爱迪声诉迪死因不单纯,一是死亡射线惹的祸。 Discovery推出死亡射线,特斯拉死因大调查。 Discovery提供2010804.18。 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于上月过世,享受76岁,更被视人誉为最接近神的男人。 事实上,交流店之父尼古拉特斯拉也同样被称为是最接近神的男人,但他的离世惨况,于是蒂芬霍金那相径。 特斯拉发明无线电、手机、交流链,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,更是爱迪声的死对头。 他在1943年城市旅馆,房内保险箱敞开,研究档案不翼而飞。 Discovery探索频道推出全新节目《死亡射线》,特斯拉死因大调查,试图解开这位天才发明家的死亡之谜。 Discovery推出《死亡射线》,特斯拉死因大调查。 Discovery提供《死亡射线》,20101804.18。 2016年,联邦调查局解密了250份文件,为特斯拉在世最终的研究,以及离世前最后的时日带来全新见解。 这些文件揭露了特斯拉构想出的一种名为《死亡射线》的武器,美国、苏联都对此武器深感兴趣。 《死亡射线》,特斯拉死因大调查自14日起,每周六晚上11点播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